为了做好社会面疫情的防控 全是疫情防控的体系保持激活的状态 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立即启动应急的响应 按照属地责任制和首接负责制的原则 市区协同联动 落实扁平化的指挥 快速精准规范的做好本事疫情应急处置的相关工作 检测机构检出核酸阳性样本后 相关部门将立即落实人员查找 随身码赴红码 电话联系 告知做好个人的防护 并落实负财负检 如复核结果为阳性 医疗机构将按规范开展排查诊断 并将相关人员及时转送定点医院 或方舱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同时发挥三公协同 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 密切接触者的排查等工作 根据疫情形势 开展疫情的分析评估 划定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相应的管控区域等 第一时间对相关区域落实相应的管控措施 对密切接触者 密接的密接等相关风险人群 落实隔离管控等措施 对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 及相关环境、场所及物品等 落实终末消毒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